慈祭在缅甸的稻种发放告一段落 这群慈青们最后一批离开现场 协助把物资运回阳光 他们年纪轻 但能做到的也能一肩扛下 每一场发放状况多 志工送给农民的静思雨 是他们的妙方 这样的付出也在平常的日子里 走进偏乡为贫困长者送爱 这次发放还有助学生加入 志工们很赞叹 到总发放圆满结束 受惠的不只是农民 爱的联衣也在这群孩子的心中 持续荡漾 大约新闻真正美志工缅甸综合报道